中文字幕志愿者 共和黨全代會最後一天 川普正式接受黨提名 並發表演說 夫人梅蘭妮婭和長女伊凡卡夫婦 罕見現身 川普表示要做全民總統 而不是一半美國人的總統 中共三中全會召開 不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現身 外傳身體不適 讓央視播出習近平 親自主持會議畫面 會議公報決議超過10年目標 分析認為暗示習近平 將繼續連任四屆 烏俄敖戰超過兩年四個月 烏克蘭研製各式無人機與AI系統 打造無人機大軍 還有便宜生產快速的遙控無人車 陸續投入前線 日本地方發展另類觀光 福島市范野丁 常有人看到不明飛行物 地方蓋優福館 打造外星人小鎮 兵庫縣福奇丁 以合同當吉祥物 營造成妖怪村 各種妖怪化身觀光大使 觀眾朋友玩 歡迎起來Focus全球新聞 美國大選在今年7月的選情 特別的熱烈詭譎 那麼究竟這個週末 川普有沒有可能 遇到了一個另外的民主黨對手 也就是拜登 他會不會宣布退選 現在呢 大家都非常矚目 而在週五的時候 共和黨連續四天的黨代表大會 那麼正式落幕 那麼在整個黨代表大會裡面 所呈現出來的 是非常非常高度凝聚團結的共和黨 對應出民主黨 現在誰來打選戰 都不知道的一個換散氛圍 而這裡面 川普已經成為共和黨的代名詞 也成為唯一的共主 在第四天正式接受提名 成為2024共和黨總統候選人 這是整個全代會的重中之重 那麼在這一場重頭戲裡面 他的妻子梅蘭妮亞 現身了他的長女女婿全員到齊 三代站在台上 而川普呢 也創了一個共和黨的空前 就是他的提名演說 總長92分鐘 是有史以來最長的 他一開始定義自己 就給大家一個不一樣的基調 他說他不再是一半美國人的總統 而是全民的總統 講了20多分鐘之後呢 其實後面的時間 並沒有以團結做主題 而是回到川市風格 他講了很多大話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呢 還請一位評論家 那麼指出呢 他在整場演講裡面 引用的錯誤數據或非事實的地方 有超過20個 那麼另外呢 他宣稱他的刑事案件 是民主黨的陰謀 用入侵來形容跨越南部邊界的移民 甚至預測對手拜登 會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那麼宣稱只有他自己有能力 把美國從毀滅中拯救出來 在歡呼聲 天佑美國的歌聲 以及閃閃發亮的 川普字樣舞台燈 襯托下 78歲的美國前總統川普 站上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舞台 迎接歷史性的一刻 接受黨提名 三度角逐白宮大位 過去兩次大選 普選票都輸給對手的川普 一開場就說 要做全民總統 對大部分政治人物來說 這或許是標準發言 但對川普來說 卻是引人注目的基調轉變 不過這項轉變 所謂團結的主題 沒有太持久 川普很快地恢復川氏論調 描繪不一定反映現實的暗黑美國 重斥犯罪 毒品和非法移民 直指在拜登執政下國家甩落 川普整場演說就真的幾乎不提拜登的名字 有時甚至只說這個人 可能是因為民主黨恐即將換敗 但也足以顯示川普對自己勝選很有信心 根本不需要再提拜登 川普說隨著他11月勝選 戰爭軟弱和混亂的年月就會結束 試圖抹去他第一任混亂 內鬥 最終以美國國會暴動結束的形象 在威斯康星中 密爾瓦基的共和黨大會 川普是美國人的英雄和強而有力的最高統帥 因為奇蹟而活下來 這是川普險遭暗殺後首次公開演說 黨大會四天 他每天右耳都貼著白紗布現身 這一天更花了14分鐘講述當天經過 川普也特地在秀出 他說當天救了他移民的移民數據圖表 表示當時因為轉頭看圖 子彈才沒有正中頭部 川普和死亡 擦身而過的經歷讓他更加人性化 但他也說是因全能上帝的恩典 他才能站在這裡 似乎也更神化川普 川普在演說中花了大把時間攻擊移民 因為這一直是他陣營的一大動力 接著他話風一轉 警告世界正濒臨第三次世界大戰 除了移民外交政策 川普喊出許多承諾 包括結束通膨 降低能源價格 減稅等但並沒有說他二任要怎麼做 最具體的是要撤回拜登政府對抗氣候變遷的措施 要把所有基礎建設支出 用在道路和橋樑並徵收高關稅 而2024選戰中 幾乎銷聲匿跡的前第一夫人梅蘭尼亞 這天也現身會場 是四天全代會首次出現 跟川普前兩次競選不同 他和川普長女伊凡卡夫婦都消失在鏡頭前 直到川普獲提名這天才全員到齊 展現共和黨團結主題 但都沒有上台講話 川普馬拉松市的演說歷史92分鐘 是黨大會史上最常接受提名演說 而川普品牌和川普政治 也從此徹底重塑共和黨 體聲外綜合報道 四天共和黨大會當中 拜登並沒有在媒體消失 他反覆被提到的 被問到的就是 他究竟會不會退選 甚至是什麼時候 他才要做決定退選 現在退選的聲音這麼強大 而且剛剛說了 傳說他在週六日會做出決定 並且宣布 原因就是因為 他已經徹底的 在政治上 還有晶圓上被孤立了 目前累計23名國會議員 公開勸退 前中原議長裴洛西 也打電話給他 而今天最沉重的一集 就是拜登的前老闆 美國前總統歐巴馬 對支持者表明 拜登要重新考慮 參選的可能性 以歐巴馬的人望來說 他講這一句話 應該是最後一根稻草了吧 資深幕僚透露 拜登已經開始接受 無法勝選的看法 也評估 如果賀錦麗上陣的話 他能不能打贏川普 民主黨的金主已經說了 選票上如果不換人 他們不會再捐款 那麼所以 在這種種最新的跡象顯示 最快拜登可能在 這個週六日宣布退選 美國總統拜登確診新冠肺炎 目前在德拉瓦州住家隔離 在政治上拜登也開始被孤立 23名國會議員公開勸退 前眾議院議長裴洛西 也致電總統 他攤開各州的民調 告訴拜登 他不只打不贏川普 還會拖累眾院席次 民主黨兩院領袖 也私底下勸退拜登 而今天還有更沉重的一集 華盛頓郵報報導 前總統歐巴馬 也向支持者表示 拜登應該重新考慮 參選的可行性 週四幾位不願具名 與拜登親近的資深顧問 向媒體透露 拜登態度軟化 開始接受無法慎選的看法 他也從原本認為 賀錦麗無法擊敗川普 現在則是問幕僚 賀錦麗慎選的可能性 拜登退選可能性增加 副總統賀錦麗 近日也成為美光燈的焦點 川普宣布范斯為他的副手人選後 賀錦麗立刻朝對手攻擊 展現十足的戰鬥力 他沒有談到 Project 2025 他沒有談到 Project 2025 他的 900-page blueprint 為了第二次的特朗課 他沒有談到它 因為他們的計劃是極臨 他沒有談到 而且他們很敵人 最近的日子 他們都在嘗試自己 為一個共和黨的共和黨 但這就是這件事 如果你們認為 為一個共和黨的共和黨 你必須要做得更多 比喻說話 民調顯示 賀錦麗比拜登更有機會擊敗川普 但現在他也陷入兩難的境地 賀錦麗既要把握住選總統的機會 又必須挺老闆到底 以免造成敢拜登讓位的印象 民主黨內有不少質疑賀錦麗的聲音 對她的能力沒信心 不過政治專家認為 不能小看賀錦麗的政治資本 她的公務生涯戰無不勝 2003年當選舊金山市檢察長 2010年選上加州檢察總長 2016年當選加州參議員 進軍國會 拜登競選團隊公開表示 總統仍然選到底 但私底下已經開始 做賀錦麗和川普對決的民調 民主党的金主们也收起支票簿 他们告诉拜登竞选团队 以及民主党两院的竞选委员会 总统选票上必须换人 否则他们不会再捐款 也不会再为拜登进行募款活动 因为那是白花钱 过去一周 拜登竞选团队砸了880万美金打电视广告 川普阵营只花了33000美元 结果川普的民调却高升 民主党大佬们目前都只是私下劝退 但党内不耐的气氛正在蔓延 如果拜登仍然坚持参选 下一步可能就是党内高层公开逼退 根据美国媒体最新的报道 党内人士提供的民调 无法取信于拜登 他的家人也仍旧支持他选下去 政治专家判断 从总统辩论会至今已经三个星期 拜登这个周末可能就会做出决定 否则难保民主党不会炸锅 TVBS新闻总和报道 坐在国家领袖的位置 要下来 主动下来 确实是非常不容易 那么顺着这样的一个话题 我们来观察今天闭幕的中共三中全会 那么这个三中全会所透露出来的 未来几年的经济方针 现在被读出了弦外之音 因为看起来也许习下一任还会延任 中共高举经济跟改革的大旗 而强调在这个议题里面 共党要绝对领导 在公报当中所设定的 这是三中全的经济改革目标 设定完成的年限在2029到2035 这些时间点远远超过了 现在习近平第三届的任期 因此透露出习近平有可能要争取第四届连任 否则如何完成设定的目标 因为不管是公报 或是这次三中全会的重要决定 很多都是习近平亲手起草的 另外在这里面看到 中共中央他清脚内部已经完全尘埃落定 之前一度消失的外长秦刚 这次是官方以辞职的方式 让他安全下庄并没有拔除党籍 但是另外前面的一位防长李尚福 还有两个前火箭军的高层不但被开除 而且也被剥夺了共党党籍 这侧面反映出 北京对于火箭军的内部已经清脚底定 中共第20届三中全会周四在北京闭幕 央视当晚在新闻联播中 首度曝光这场围棋四天的闭门会议画面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不论是主持全体会议 或者参加小范围讨论 不论是行走发言或者举手表决 他的神情姿态都轻松自然 破除此前关于他身体不适的留言 党的20届三中全会 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是现代化 做出战略部署 所谓的战略部署 包括了会上通过由习近平 第三次担任文件起草组长 总共涉及300多项细部改革措施的 三中全会决定 这份决定包括了 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的 各领域全方位改革 以及加强中共对改革的领导位置 同时更为这些改革的完成 设立了时间表 改革目标的完成设定在 在2029年甚至是2035年 这些时间点都远远超过了习近平第三届的任期 澳洲国立大学亚太学院讲师宋文迪认为 这意味着习近平将至少会延续到第四个任期 才可能领导并且完成这届三中全会所定下的改革目标 会后发表的五千多次公报 经济只出现了22次 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少的一次 反而是安全出现了16次 历来最高 显示这次三中全会当局重视安全的程度 也因此这届三中全会 不但没有提出任何经济刺激的对策 而且多数的改革目标 早就频繁出现在中国的官方文件中 只能说是延续过去几年的改革方向 并没有太多新意 反而是在共党全面领导上 不但各大官媒都以头版或社论方式反复重申 官方周五一早召开的解读三中全会精神记者会上 也不断强调 三中全会公布也都指出 免去前外长秦刚中委职务 并且确认开除国防部前部长李尚福等人的党籍 外界关注的人事问题 三中全会给出的最终决定 是让去年落马的史上最短命外长秦刚 以辞职的方式离开中共中央 但仍然以同志称呼 并且保留共党党籍 分析认为这可能是因为秦刚当年是在习近平一手提拔下 才能以火箭般的速度坐上外长位置 如今为了保住习的面子 自然无法让秦刚灰头土脸的离开 至于李尚福的习近平嫡系身份没有那么强烈 再加上当年立体他要上台的前前任 国防部长魏凤和也已经落马 如今正式开除党籍也只是刚好 此外本届三中全会还把两名火箭军高层 包括前司令员李玉超 以及前参谋长孙金明同样开除党籍 说明火箭军内部反弹也达成一定结果 至于大陆民众对这届三中全会的期盼 就还是经济吧 老百姓生活其实挺难的挺普的 高价钱买的房子 现在房子第一价钱上不去 第二呢有的有的落价很大 目前我感觉就是现在的失业率比较挺高的 好多人离职了或者说被止退了 包括改善经济提振房地产 以及拉抬民营中小企业以降低失业率等 就只能等待未来几天将正式公布的三中全会 决定完整内容 才可能确切了解官方的政策方向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 今天的经济集中在关注欧盟 上个月欧洲央行祭出了五年来第一次的降息 在7月18号宣布维持利率不变 那么由于通膨的压力仍然很大 所以也不透露下次降息可能的时间点 另外呢欧洲议会投票通过 范德赖恩连任欧盟主委会主席 这次赞成票比五年前还要多 Votes in favor 401 身穿淡粉色西装外套 现任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范德赖恩 接受这场议员们的喝彩 他在18号欧洲议会的投票表决中 以过半数的得票率 成功连任下一届五年的欧盟执委会主席任期 现年66岁精通三国语言的范德赖恩 是欧盟制委会史上第一位女性主席 也是半个世纪以来首位任职的德国人 回顾过去五年 范德赖恩担任职委会主席期间 率领欧洲走过疫情能源等种种危机 包括推出全球最大型政策方案 以对抗气候变迁 在疫情期间设立8000亿欧元的振兴基金 同时还帮忙动员欧盟 共同来援助乌克兰等等 也让范德赖恩获得欧洲女王的封号 而在当前全球地缘政治 持续紧张的背景下 范德赖恩在新任期的施政纲要中承诺 将建立欧洲大陆联合防卫 继续推动绿色转型 为企业设置缓冲策略等 范德赖恩同时也强调 欧盟当前最重要的课题是 保卫民主强化国防 另一方面引发关注的则是 284票反对票当中 由同为女性领导人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所属的政党 也投票反对范德赖恩连任主席 但就在投票结果出炉后 梅洛尼发声明强调 人会和欧盟支援会合作 并采取一致立场 身为欧盟主要立法决策机构的欧洲议会 再次展开新纪元 负责欧元区金融货币政策的欧洲央行 也在同一天宣布新的利率动向 只是一如外界预期 欧洲人行选择按并不动 继续将存款利率维持在3.75% 至于下一步会怎么动作 欧洲人行总裁拉加德谨慎以对 上个月欧洲人行才祭出五年来的首度降息 把关键利率从记录新高调降一码 不过这项决议被许多官员认为太仓促 尤其这条抗通膨的最后一里路正陷入停滞 欧洲人行先前就不断强调 本地物价压力人居高不下 并预测直到明年通膨都还会盘旋 在欧洲人行坚守的2%目标之上 就在欧洲人行利率决策出炉后 当天的欧洲股市大多走高 市场聚焦欧洲人行下一场在9月召开的会议 并看好今年结束之前会出现两次降息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周末到了为您介绍这一部法国的电影 时髦女子 她改编自真人真事 她讲的是1870年代有一个法国女性 她患有先天性遗传多毛症 所以每天都必须努力刮胡子 跟咖啡馆的老板结婚之后 为了帮先生还债 秀出自己满脸胡须的模样 好吸引顾客上门 当然也引来很多异样眼光 让她承受各方面的压力 这片子入选了第76届坎城影展 一种注目单元 而且也获得了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影展 最佳影片的提名 一双情扯大眼 皮肤白皙 身段优雅的年轻女子罗莎莉 这一天她十分紧张 因为她即将见到未婚夫 罗莎莉诚心祷告后 父女俩风尘仆仆来到一座小镇 原来有一家咖啡馆的老板亚伯 年纪不小了 口袋空空想找个伴 父亲带来辛苦存的一笔嫁妆 双手奉上 亚伯原本以为对方条件应该很差 结果一见面就被迷得神魂颠倒 罗莎莉知书打理 一床小手还能刺绣缝纫 结婚前的唯一要求 竟然是想生很多小孩 既然如此那更事不宜迟 亚伯隔天一早 立刻带着罗莎莉到教堂成婚 到了晚上洞房花竹叶 她才发现罗莎莉身上 竟然布满了毛发 亚伯认为是这对妇女 联手欺骗她 隔天选择冷战 罗莎莉自知理亏 但她生来就是这个模样 希望亚伯可以接受自己 眼看亚伯人在气头上 这天咖啡馆来了几个工人 罗莎莉立刻跳出来帮忙做生意 原来这座镇上 工厂是大家唯一的谋生机会 丈夫经营的咖啡馆 之所以没生意 因为工厂老板有不成文规定 认为员工到咖啡馆 就会喝酒 影响工作表现 罗莎莉偶然壮见 丈夫因为咖啡馆生意差 跟工厂老板借了不少钱 再还不出来 店铺就得被迫卖掉 这天报纸上出现传单 一名出国意外的女子 以残缺的肢体作为卖点 就像马戏团一样 靠民众的好奇心赚钱 罗莎莉领机一动 跟工厂工人打赌 一个月后就会变身胡须女 这是丈夫顾不得人在冷战 立刻要他别拿自己的外表来冒险 但罗莎莉心意已决 一个月后咖啡店高棚满座 工厂早就传得沸沸扬扬 想看看长出胡子的奇女子 是否为真 一个月没修容的罗莎莉 脸上满满胡须 让在场所有人都看傻了 电影《时髦女子》描述1870年代的法国 一个名叫罗莎莉的女子 婚后选择忠实做自己 面对世俗的审美观 她勇敢不低头的过世 而且主角真有奇人是出生于1865年的 法国女子德莱特 患有先天性遗传多毛症 这种疾病不会影响智力或身体状况 但全身布满毛发 所以又被称为狼人纵和症 罗莎莉胡须女的称号很快传遍小镇 但她能否在新鲜感消退后继续被大家所接纳呢 勇敢做自己的外表下承受着多大的压力 但她要用这份独特的美活出自己的世界 TVBS新闻纵合报道 好 回到现实 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战争打了超过两年四个月 军备上出现了很多新创公司 他们用AI科技想打造无人机大军 而乌克兰总统持续向西方求助 趁着参加欧洲政治共同体会议的时候 见到了英王查尔斯跟英国的军火商高层 15日川普副手范斯接受福斯新闻主持人汉尼提访问时表示 如果川普在11月入主白宫 将会尽快把乌克兰俄罗斯推上谈判桌 以最快的速度紧述战争 泽伦斯基说 如果川普胜选将带来艰难的工作 但我们是刻苦耐劳的人 乌克兰仍需与美国合作 泽伦斯基也在专访中 向英国新任首相施凯尔求援 18日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 在英国布伦海姆宫展开 泽伦斯基与乌克兰防长乌梅洛夫都受邀出席 席间泽伦斯基与英王查尔斯握手会面 两人相谈甚欢 随后泽伦斯基与乌梅洛夫和英国国防大臣西里 英国军工业高阶代表会谈 讨论了军工业联合生产议题 侧重弹药火炮空防系统 无人机装甲车等项目 泽伦斯基也与捷克总理会谣 及斯洛维尼亚总理北国部在厂边会晤 签署安全合作及长期原污协议 泽伦斯基表示 未来乌克兰将强化与捷克 在军事技术领域方面的合作 与斯洛维尼亚则将在军事人员训练 和产业筹资方面展开合作 乌克兰抗俄战争已经打了超过两年四个月 不仅频频向西方国家求援 也另辟蹊径自立自强 乌克兰新创公司就研发出了一种 小型履带无人车奥德赛 可用网路远端操控 就算半路碰上数只障碍物 也完全不怕 这种无人车的造价约3.5万美元 仅外国进口同级产品的十分之一 且只需花四天的时间就可以在简陋的棚场内组装完毕 所以可快速大量生产当成简易的救援补给车辆使用 这种车辆会仍然会变成一种 期 Gulf 這是一個劇場 nave號碼 and land drone 會自作善什麼 大型戰況 我們現在想說出自己的力量 內遙都一樣 另外,乌克兰新创公司 Swarmer最近也研发出了一款AI控制系统 只要连上网路,乌军就可以透过系统操控百台以上的无人机进行攻击 以对抗人数更多的恶军 目前Swarmer的控制系统已经可以指挥多台无人机进行各种空中地面侦察和攻击任务 专家指出,AI无人机控制系统可能还是需要人类介入操作 以防系统在攻击目标选择上出错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极端热的7月,台湾即将面临台风季 而南韩本周暴雨不断,大水淹进中清南道 那么市场里面的商品几乎都泡水遭殃 还有很多区灾情惨重 而北半球里面,欧洲不断遭到热浪一波波袭击 现在最严重的是欧洲的中部跟南部的国家 希腊的首都雅典,高温飙上了摄氏43度 所以雅典关闭了知名景点的卫城,不让大家晒坏 雅典也立刻发布命令 那么由劳动部下令整个下午时段禁止户外劳动者工作 西班牙也有相同的命令 所以有一些户外劳动者变得是在黑夜天黑的时候 凌晨提早很多小时上工 一边叫喊提高气势,一边坐着试之暖身运动 围在游泳池外的男男女女正准备下水来一场冰勇挑战 忍着冰冷刺骨也要挑战在水中停留两分钟 在奥地利这300名参与者大多数不是为了测试身体极限 而是为了暂时躲避当地超过30度的高温 镜头来到克罗埃西亚 数十万游客涌入雅德里亚海岸 想要用海水降个温 但其实水温早已高达涉事近30度 创下历史新高 即便如此还是想跳进海水寻个清凉 可见酷暑烈阳让民众多痛苦 欧洲地区遭受热浪袭击 中欧南欧最是重灾区 塞尔维亚北部地区一座盐湖 因为连日40度高温缺雨已经干涸 来自非洲的热浪席卷南欧 希腊雅典市区温度飙到43度 就怕游客受到热伤害 希腊文化部干脆下令 雅典热门旅游景点未成 中午12点到下午5点暂停开放 民众热到快窒息 更别说在户外工作的劳工 尤其煎熬 希腊劳工部长下令 本周户外劳动者下午必须停工 将工人的健康和安全 视为重中之重 而西班牙也有类似措施 严重高温警报地区 禁止下午时段户外工作 但就怕工程进度落后 有人天还没亮提早开工 高温曝晒让欧洲民众动不为凋 与此同时地球另一端的南韩 则遭逢暴雨和洪水猛兽 做困仇成 中心南道堂金传统市场 18号上午被大水淹没 塑胶箱四处漂流 商人们为了拯救自家货物 忙进忙出 无奈最后仍损失惨重 不止市场受塞 附近学校也没逃过洪水袭击 大水退去后 全校师生总动员 进行整理善后工作 南方的北太平洋高压 和北方干燥气流相遇 形成强势降雨云 为南韩中部地区带来持续暴雨 各地灾情惨重 经济扬州市发生山崩 一处建筑工地首当其冲 空心砖倒塌 冲击隔壁餐厅 索性室内两名民众 几时逃出 没有造成远远伤亡 只是大雨一直下 居民担忧 可能再度崩塌 这波7月16号开始的梅雨 已经酿成南韩约500间住宅淹水 300多条道路受损 南韩气象厅以市井暴雨预计 至少下到21号 部分地区才有望放行 在那之前 各地区受灾情况 恐怕还会再盆生 TVBS新闻综合不到 好 日本有很多小镇 他们开始善用在地的神秘传闻 甚至灵异故事 希望吸引大家来小镇看看 简单来说就是寻找自己的推整 推广观光光的特色 报道当中介绍了福岛市的范野丁 相传在这里老是看到不明飞行物 所以他们干脆把小镇打造成为UFO之镇 大推各种外星人活动 另外日本兵库县的福岐丁 是以合同作为吉祥物 把整个城镇变为妖怪村 让各种妖怪都来进入小镇 变成观光大使 天气热得人快融化 想要透新凉 可以试试走一趟鬼屋 日本有许多夏季消暑传统 雍床鬼屋就是其中之一 今年官方与电影界合作 重现东洋恐怖片的精髓 而选择把经典场景搬进科学馆 除了满足试胆的刺激 展出不仅更是别出心裁 让小朋友暑假作业的自由研究 不再只是昆虫或植物 好奇与恐惧 总是矛盾地支配着人类 对于神秘的未知事件 虽然害怕 却又忍不住一探究竟 例如外星人 在日本如果满怀诚意 响天高喊 有很高几率能把外星人换来 尤其是在辅导室的范野挺 范野挺自称UFO之阵 是日本有名的外星人城镇 根据民间传闻 约末1975年起 范野挺传出大量的 幽浮目击消息 原因据说是镇上的千冠森山 当地的UFO研究所官网指出 千冠森一带磁场相当强 方卫针几乎不管用 而幽浮靠的正是电磁动力 因此被吸引到了范野挺 范野挺与辅导室 也乐得与外星世界连结 不但举办外星人活动 还成立UFO互动馆 展出上千件有关 接触外星生物的收藏 为产业没落 人口衰退设下停损点 靠外星人活络经济 范野挺真的没在开玩笑 官方甚至与民间共组 UFO之政促进会 由福岛市市长领头 并编列五百万日元预算 希望地球人外星人 都能兵至如归 现代人常自嘲穷比鬼还可怕 赤美王良于是成为一种商机 日本的民俗学之父柳田国南 出身兵库县福岐艇 当地政府为发展城市 将自己打造成妖怪村 参考柳田先生的著作 创造一只又一只的妖怪 而这只长得超级丑的 和次郎就是福岐艇的 非官方吉祥物 福岐艇也瞄准所谓的搜集心理 随机摆放不同角色的妖怪椅 让游客制霸福岐艇所有怪物 这番奇奇怪怪的操作 意外让福岐艇提早五年 达成七十万旅客目标 推动这波鬼怪旅游的出版商表示 偏向小镇想扭转衰亡颓势 首先要发掘并珍惜在地文化 帮习以为常 附加故事性 善用以而传而 挑起人们的兴趣 才有机会吸引大众 亲自造访 探究乡业传说的真相 谢谢您今天跟我们一起 Focus全球新闻 祝您平安 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 下回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